美国第一夫人梅拉米亚在RNC的演讲晚上好,就好像发生在昨天,四年前,我们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我的丈夫接受了共和党的提名,然后成为了我们第45任美国总统。 然而,对于谁应该领导这个国家的经历和热情,在今天和四年前一样真实,我代表我的丈夫和整个家庭感恩他们,我们没有忘记那些了不起的人们,他们愿意为这位从未同正的商人冒险,我们知道是你们选他为统帅者,我们知道,你们将再次带领我们度过难关,我们被当时难以信的支持所折服。 我们至今仍心存感激。我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,自今年三月份以来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看不见的敌人一心灌肺炎,席建了我们美丽的祖国,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。 我对所有失去亲人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同情,为那些生病或遭受痛的人祈祷。 我道很多人都很焦虑,有些人感到无助。我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。我丈夫领导的政府,不会停止战斗,直到每个人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或疫苗。 川普不会休息,直到他尽他所能照顾,每个受这一可怕流行病影响的人。 在此,我要感谢所有在这困难,时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,前线工作人员和教师。 尽管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庭面临着风险,你们还是把我们的国家放在第一位。 我的丈夫和我都很感激。我被美国人在如此陌生,且常常令人恐惧的倾注下走到一起的方式所感动。 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将回首往事,告诉我们的子孙们,通过善良和同情,力量和决心,我们能够恢复我们未来的希望。 公众号,猫爪会企业开始行动起来,志愿者也加入进来。 人们望与邻居和陌生人分享想法,资源和各种支持。 看到我们伟大国家的人民为彼此所做的一切,特别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,这是令人鼓舞的。 说到力量和决心,我们最近庆祝了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一百周年。 昨天在白宫的北草坪上,我们举行了一场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展览。 这次展览号召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,为这个女性历史上重要时期的意义,送去艺术作品。 当我在评判参赛作品时,我反思了女性的声音,在我们国家故事中的影响,以及今年十一月再次投票给唐纳德,我会感到多么自豪。 我们必须确保妇女的声音被听到,确保美国梦季红繁荣。 我在当时还处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长大,我一直听说有一个叫美国的神奇地方,那是一块代表自由和机会的土地。 随着年的增长,一句美国成为了我的目标。 我的目标是搬到美国,在时尚界从事我的梦想。 我的父母非常努力地工作,以确保我们的家庭,不仅能在美国生活和繁荣,而且能为一个允许人们带着梦想来到美国,并使之成为现实的国家做出贡献。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父母,感谢他们为我们枷锁的一切。 因为你们,我今天站在这里。 在美国,当我26岁的时候,在这块充满机遇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就像美梦成真,但我还想要更多。 我想成为一名公民。 经过十年的文书工作和耐心,我为2006年的考试进行了学习,并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。 这仍然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,因为通过努力和决心,我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。 作为一名愚民和非常独立的女性,我理解住在这里,并享受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机会,是一种多么大的特权。 作为第一夫人,我很幸运地看到美国梦,一次又一次地实现。 我遇到过许多鼓舞人心的妇女、儿童、父母和家庭,他们克服了改变生活的回题,包括独立、无家可归、生病或去世的家庭成员,各种虐待和许多其他挑战,这些挑战会让大多数人放弃。 过去的三年半是令人难忘的,能够作为你们的第一夫人,为我们的国家服务,我的荣幸、谦卑和幸运,无法用语言来开相容。 在经历了许多这样的经历之后,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完全解释清楚,我每天会带多少人回家。 从勇敢的士兵,他们为了我们的自由付出了很多,到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各种情况下的孩子,感谢你们立了我,能为您服务,是我最大的荣幸。 当我对军人们说,尽管他们牺牲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,经历了对战争的恐惧或遭受损失,但他们并不后悔为国家服务。 他们的家人和其救人员的家人也一样,他们经常看着自己的亲人走出家,不知道他们是否或者什么时候会回家。 当我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讲话时,我经常想到他们的声音里会咋着焦和痛苦。 因此,感谢所有在军队服役和作为第一反应者的人们,感谢等待他们的家人。 你们凭自己的能力,就是英雄,我还被我在医院、学校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接触过的许多孩子和家庭所感动。 孩子们正在忍受病痛折磨,即使是最强势的成年人,也会被病痛折。 父母们每天醒来,看到孩子还活着,都心怀感。 这个家庭是对医学的信仰和对科学的力量的证明。 在我作为第一夫人的第一次国际访问中,我和我的丈夫访了伊斯兰教、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三大宗教中,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。 那次旅行中,有一段特别的记忆,是关于一个小男孩的,我有幸在意大利罗马的班比格苏医院探望他。 在那里,我读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,了解到他和他的家人等待心脏已经很久了,他的育后很草高,他的情况让我和我的工作人员都流下了眼泪。 在我们飞往比利时,开始下一段旅程时,我们很少谈论其他事情。 几个小时后,我们抵达机场,得知有一颗心脏被捐赠了出来,马上就要给那个小家伙了。 我经常想起他,还有我们国家的那么多了不起,强壮的年轻病人。 在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社区中,出现了更深刻,更令人悲哀,更不可避免地体现我国力量和性格的例子。 飓风、龙卷风和洪水,可能展示了大自然母亲丑陋的一面,但在他们的后果之后,他们可以向我们展示人类美丽的一面。 我和我丈夫走访了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方,那些失去一切的人们的力量,以及邻居和社区的善良,深深打动了我们。 在所有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,共同的主线是坚定的决心与互相帮助。 我知道我刚才讲的是那些在特殊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人的故事,但是唐纳德和我,也受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鼓舞。 他们每天醒来都怀着一个简单而勇敢的目标,那就是供养他们的家人,保护他们的安全。 你们是这个国家的脊梁,你们是既成就美丽坚和众国的人,你们肩负着让我们的后代,让一切变得更好的不可思议的责任。 就像你们在为你们的家庭而战一样,我的丈夫,我们的家庭,以及本届政府的人民,也在为你们而战。 无论有多少负面或假的媒体头条,或来自另一方的攻击,唐纳德·川普没有也不会失去对你的关注。 他热爱这个国家,他知道如何把事情好,正如你在过去五年中所了解到的,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,他不只是说说而已,他要求行动,他就会得到结果。 我们国家的未来对他来说一直很重要,这也是我一直很钦佩的点。 事实上,为了确保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,我发起了Be Best,我的倡议来帮助孩子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。 Be Best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,那就是教会年轻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。 这还包括了解网络安全,以及鸦片类样物和药物滥用的危险。 通过Be Best,我和我的办公室,能够突出那些,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地,初杰出贡献的人,项目和组织。 我仍然相信,通过这些积极的例子,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将受到鼓舞,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一部分。 帮助儿童不是一公制目标,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。 当我回想起做最好的人的定性时刻时,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去非洲的一次旅行。 在这片广而美丽的大陆上,我访了迦纳、马拉维、肯尼亚和埃及。 其中一次访对我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。 西非海岸的迦纳,是我这次旅行的地站。 我亲身体验了那里温暖的人民和他们的传统。 在那里,我参观了开普海岸城堡CAPCOAST-1E,了解了奴隶贸易时代,一段残酷且长城致命的旅程的开始。 当我听到导游,给我讲了那么多非人道的故事时,我吓坏了,我获得了新的视角。 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一次,我们一定不能忘记,这样我们能确保它永远不会再发生。 像你们所有人一样,我已经反思我国种族骚乱。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,我们对自己的某些历史并不感到自豪。 我鼓励人们在从过去汲取教训的同时,关注我们的未来。 我们必须记住,今天我们都是一个社区,有许多种族、宗教和种族组成。 我们丰富多彩的历史,使我们的国家强大,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相互学习。 考虑到这一点,我想呼吁这个国家的公民花点时间,暂停一下,从各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。 我敦促人们以文明的方式走到一起,这样我们就可以工作,并实现我们的标准美国理想。 我也要求人们停止以正义的名义进行的暴力和抢劫,永远不要基于一个人的肤色出假设,与其把事情搞砸,不如让我们反思自己的错误。 公众号,猫爪会为我们的进化感到自豪,展望我们的未来。 每一天,让我们记住,我们是上帝庇佑下的一个国家,我们需要彼此珍惜。 我丈夫领导的政府,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个国家的种族和宗教问题。 他是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,发表讲话的总统,呼吁世界各国结束宗教诉讼,尊重每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。 他对我们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进行了大量投资。 这位总统还继续为学校选择权而战,给家长更多的选择,来帮助他们的孩子着成长。 我丈夫知道如何做出真正的改变。 从我遇见他的那一天起,他就只想把这个国家做到最好。 多年来,我看着他变得担心和沮丧,看到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,我感到很自豪。 美国在他心中,所以,虽然有时我们只能在晚间新闻上看到最曹刀的人物和工智, 但让我们记住,在最困难的时刻,我们是如何团结在一起的,在种族体引发激烈争论的同时,让我们专注于我们所取得的进步,共同为每个人的更美好明天而努力。 我国政府还投入了历史性资源,并通过提高对阿片类药物成瘾和药物浪用的认识,特别是对儿童的认识,取得了挽救生命的成果。 当新闻头条充斥着流言飞语时,我想此机会鼓励媒体更加关注美国的毒品危机,这种并影响到每个人,他不关注种族,年龄或社会经济地位。 毒品已经以某种方式,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部分,而现在我们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,都要多的量物计划来对抗它。 我们只需要公开的谈判,而你们,媒体,有平台来实现这一点。 对于传媒业,作为一个国家,我要求我们大家承诺,通过更多的谈论毒品成员,来帮助我们打击毒品成。 特别是在我们与COVID大流行作斗争的时候,我们需要记住,自杀率正在上升,因为那些与孤独和毒瘾作斗争的人感到他们无处可去。 家长们,请和孩子们谈谈,老师和开护者,注意善的迹象,立法者们,通过立法,允许那些寻求帮助的人安全的,无所畏惧的这样做,并为帮助受毒瘾影响的人的组织提供资源。 当耻辱感消除后,人们将不再休于寻求帮助,生命也将得到拯救。 如果你正在和毒做斗争,你的疾病也不值得羞愧,请求帮助,你是值得的。 在我作为第一夫人的未来四年里,我将继续在BBST基区上继续努力,与各个州合作,通过立法,照顾我们最弱势的群体。 我计划继续我已经开始的与竞养儿童,以及少数社区和部落国家的工作。 我希望确保儿童得到保护,确保社区拥有打击吸毒成瘾和儿童被忽视或虐待所需的资源。 像我的丈夫和政府一样,我将继续鼓励满足孩子个人需求的教育,至关重要的是,给予孩子成功的基本要素。 我也期待着继续我的工作,重建人民的家园,这是我们国家持久的骄傲的象征。 我认为这个标志性的家园,需要得到保护和保护,这样在未来几年里,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,才能享受到它。 我对这座漂亮的房子、庭园,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充满了情。 现在,我有一个特别的消息,要对这个国家的母亲们说,现代世界瞬息万变,我们的孩子似乎每隔几个月,就会面临挑战。 就像我一样,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看到社交媒体,是多么的卑鄙和操纵。 就像我一样,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,和与孩子们谈论科技的负面影响,以及他们与同龄人的关系。 像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家长一样,我觉得有太多的教训要教我们的儿子,以及作为他母亲的责任,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这些事情。 我提自己,我比大多数人都幸运,我还要时间去寻找智慧和力量,尽我所能为他做到最好。 世界各地的母亲和父母们,你们是战士。 在我的丈夫身上,你们拥有一位不会停止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庭而奋斗的总统,他不会停止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而战。 我看到他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工作,尽管受到来自媒体和反对派前所未有的攻击,他不会放弃。 事实上,如果你告诉他他不到,他只会更加努力地工作。 唐纳德是一个支持我做任何事的丈夫。 在他的领导班子中,女性担任领导角色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,他迎到了一个始终把美国人民放在首位的环境。 他欢迎不同的观点,并鼓励人们跳出矿矿思考。 我道,我是在代表我的壮大和我的家人说,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信任他,让他成为你们的总统,我们将很荣幸在接下来的四年里,为这个了不起的国家服务。 正如你们今晚所听到的,我不想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攻击对方,因为我们上周看到,这种谈话只会进一步分裂国家。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需要我的丈夫,在担任四年的总统和三军统帅,他是对我们国家最好的人。 我们都知道唐纳德·特朗普从不掩饰自己对事物的感受,绝对的诚实是我们作为公民,应该从我们的总统那里得到的。 不管你喜不喜欢,你总是知道他在想什么,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,热爱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,并想继续把他变得更好。 唐纳德想保护你家人的安全,他想帮助你的家庭成功,他最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昌盛,他不会浪费时间玩弄政治。 大约四年前,我们在选举日,那天完全被低估了,尽管今年又说了些什么,但我和你们一样知道,美国人去投票,是为了他们的家庭,我们的经济,我们的国家安全,和我们孩子的未来。 为这些理想投票不是党派之争,这是一个诚实投票,因为这些是我们都相信的目标和希望。 我相信,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,都更需要我丈夫的领导,以便让我们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和国家。 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,你们的家人,上帝保佑美利坚和中国。 上帝保佑美利坚和中国。